我都非常希望碰到这样的心 真的是一个 就是可能看那些影片心里的嫉妒 产生的这样一个念头 我觉得在现在的网络时代 言论自由的权重越来越小 然后我就上FBA有一个 我们那个有北投帮什么的 发了个帖 说好贵 然后结果被一群人骂 我其实现在比任何人都希望台湾能回归 哪里 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喝奶茶的奶爸狗狗 来自上海 我们那里有一句话就说 这么冷的天气还能外出跟人碰头 那个人一定是真爱 我今天就要跟一位 真的是期待已久的朋友去碰面 而且这位朋友呢 许多观众也跟我留言说过 非常希望我能跟他尽快合作一下 可以产生一些有趣的内容 那他今天的时间可能有点赶 还有事情 下午还有事情 所以我们中午约在建坛附近去碰头 然后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产生一些有趣的内容 那他是谁呢 大家可以猜一下 我一直觉得这家店的名称很特别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在里面 我们到建坛了 开始下雨了 进来 我看天气预报都说要放晴了 结果又开始下雨 然后又那么阴冷又下着雨 跟这位朋友见面真的是真爱了 是真爱无疑了 我们就约在这里 舞剧宫 我们舞剧吗 我们是文剧 这个朋友呢 其实他的开场白很特别 我只要一说 大家一定会知道他是谁 他的开场白通常是这样说 大家好 我把他的名字引去 大家好 我是个台湾女婿 学的不是太对位 有一点差别 但是也差不多 大家应该知道是谁 看到电了 好像还很多人排队的样子 去看看这个台湾女婿 老白 没关系 有话就说没话 没所谓 你先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你范范来 好不好 其实我也是 我现在对着屏幕也是 只要对着镜头 就容易脑袋空白 而且一旦卡个半秒钟 我会觉得时间过了很久 一直没话说 然后中间就剪一头 对对对 很容易这样 可能对着屏幕说话吧 省事 不用再想配什么画面了 对 所以像我出去玩的那些影片 说实话真的有的很水 没什么内容 也说不出什么 然后到这里看到什么 就直接说什么 像你那种小作文 当然没办法 就一定要回去再构思 而且剪的时候 那个思路很 可能会很不顺吧 哪里要配什么 哪里要配什么 对对对 不像你外面拍的时候 就顺这条线下 对 小作文的时候 还有个什么 正序的 差序的 道序的 还得想 这些线索 等一下 不要抢 饿了吗 饿了 他应该是饿了 带孩子真的 心力有限 那你都什么时候剪天 晚上他们睡睡着之后 录的时候 对录的时候也 录的时候白天 就有时候给他看电视 看电视再拍 所以我现在通常都是外出的比较多 有一个叫 他们是蛮早期就开始做的 然后也是 一开始他们做的内容 我觉得还蛮有 就比较两岸的 对每个品牌的念法不一样 什么汽车品牌 什么这种还挺有意思的 也算花心思 后来就不对了 后来就妈妈来了 大陆妈妈来了 然后跑到什么日月坛 开始唱歌 开始歌颂 然后我看 去日月坛请那啥 因为 因为 就是情绪要能推上来 去日月坛还对 因为咱小时候 就是日月坛 已经不是台湾 一个普通的景点 它是一个台湾 它是一个台湾的代表 缩影 你去过没有 我没去过 我去过 然后我搜了 我找了一下 我日月坛竟然什么影片都没拍 我就觉得很普通 实在哭不出来 外地人去东北 吃那个东西 说哎呀太好吃了 你也无感 我的感觉就是 经过东西不太好吃 有一次好像是 有个南方人去东北 然后去找事 吃那种 纯统早餐 有的就是不好吃 本地人都 然后刚才看完了 我就表演 真的少看 少看不要去看 而且看了会影响你创作 但是我觉得你要反过来想一下 譬如说你去美术馆 当代美术馆 看Bankseed 你很吵 看Bankseed展 如果台湾 台湾一个随便谁 就不是特别大咖的人去拍 可能就几百个浏览量 但像我们随便去个什么地方 至少有几千个浏览量 可能像一支影片 你不说话 可能也会有个几千 另外一个呢 我就觉得 订阅数也是一个 未来的 属于自己的财富 把积累下来的一个财富 就比如说老板 你去开一家奶茶铺 你有八千个订阅数 你在那一喊 人家都知道 那个就是 就是你那个 可能线上到线下的变现 对对对 就是也是一种积累 所以心态不用太去在意 其实像我刚开始做的时候 我有一个 也算是坏习惯吧 就台湾 但凡出去 什么碰到一些 台湾表现比较好的地方 我都心里很乐 我都想尽量把那个事情 可以夸大的就夸大 不能夸大就直接说出来 然后借机说一下台湾的好 我都非常希望碰到这样的事情 真的是一个 就是可能看着那些影片 心里的嫉妒 产生的这样一个念头 但现在就不会 现在就不是很在意 那个时候真的是 多多少少 你会有一拉一踩的这种想法 我觉得很不对 其实我一直是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所谓的民主 言论自由 我觉得在现在的网络时代 言论自由的权重越来越小 其实虽然这边言论自由 你说什么话 不用自我审核 但是在网络上 这个平台我觉得机制还不健全 就是你会绕到网报 网报没有特别的法律去约束他 所以你发什么话 还是得在心底 自我 自我那个 那个审核一下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网络平台 你的话不被人家听到 等于没有言论自由 就是 对 对对对对 我刚来台湾 不久我家那个装修码 然后换一个门口信箱的那个锁 那个锁其实就是一个铁片这样转过去扣住的那种锁 他给我换一个收了我七百块台币 我当时刚才就是吓一跳觉得那么贵 然后我就上FB有一个我们那个有北投帮什么的 发了个贴说好贵 然后结果被一群人骂 你觉得贵就不要不要去换 然后你自己自己换就好了 换那个锁 你他说这个物价已经很低了 然后他说人家出的这份力不要钱 人家学的这些技术不要钱 我真的很意外 我想这个事情如果发到微博上并多 一般都是求安慰嘛 就别人就觉得蛮同情景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那台湾我想怎么会这么激烈 就这件事情之后 包括我刚开始做YouTube影片 然后我有一部就讲那个台湾建筑什么的 被喷的真的是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真的是蛮怕那些观众 就所有东西都会自我审核 但我随着我越做越久 真的是越不在意别人看吧 哪怕真的流量我也不在意 你们两个立场是一致的 我跟我老婆也不一样 然后刚跟我老婆认识的时候经常会吵 经常会吵的很厉害 我觉得太疾难 现在就越来越避免聊这个话题 然后上次有那个采访的时候 他就问我那个对于台湾政治的开放 然后又问我支持哪一个 然后我就在那在那说的时候 我老婆就在旁边一起摇通 我儿子那个时候居二人不是被第一家等于委婉的辞退吗 我在那个我做成影片 然后也是被好多人好多人说 非常会辞退的 就他嫌儿子太皮了 嫌我儿子太皮了 然后刚去第三天 我们都是半天的人吃了一开始 刚去第三个半天 他就说 然后那老师就说建议我们去做一下那个什么评估的评估 然后我们马上就去约了医院做评估 评估出来 医生就说这个年纪其实不存在 就是他尤其是这么短时间 只有三天还没有熟悉的情况 肯定会乱跑什么的 不听老师话 然后他说你如果真的要评估 也是晚一会接触的时间久一点再来评估 那学校已经这样说了 建议我们半年后再送他去 觉得他还太小什么的 那我们也不敢 虽然他不能明的说我不收你们 但是我们也不敢让他就不再这样 可能会对他不好啊什么的 他说你们的师生比是多少 比较有几个 1比8 他已经可以了 他不是都照顾他了 但他的意思就是他要单独一个老师去照顾他儿子 所以我是 其实大家都心知读明 那个老师就是婉转的辞退你嘛 你也不放心这样 那我就把这个发上去 人家就说你可能自己儿子就是多多 就是好多 所以这个做影片这个心路旅程也是也是很有意思 如果你在这边让他上过学应该也蛮多感触 包括上学前的这个年纪在这边的生活应该也是蛮多感触 这边真的有亲子馆 真的还有很多免费的这种公园 对对对 儿童玩的地方 我去上海真的没地方可以去 然后只有商场里那些 又很贵 又很小 他老观察那个其他的路配 然后我也去观察 看完了给我看心态崩的 我没老观察 最近集中观察 他说完了给我看完了我心态崩的 就是我不好 就是我突然想起来了 就是我之前那个影片说阿巴斯 阿巴斯他拍电影吧 他说我自己不看电影 我觉得那个就看了什么 所以我拍出来了 我就跟别人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很重要 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 我觉得坚持我觉得坚持这个是看你自己想想走多远 像那些真的走到后面就看来看去也是这样 还有一件事 我有一个观众很可怕 他把我在19年年底的在知乎上面回答的一篇文章 节选出来 你怎么暴露了这个账号 我没有暴露 我完全没有暴露 我不知道他怎么搜到的 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然后那个问题是说什么 反正关于台湾跟中国关系的看法 我其实整天在上面举了一个比方 就是什么一幢楼有几层楼啊 然后一层是中国一层香港一层台湾 我整体的意思都是表现 其实联系不是很大 并不是说什么有史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这样子一种看法 但是我在下面说提了一嘴 我说我其实现在比任何人都希望台湾能回归 因为对我来说 因为我老婆那时候疫情嘛 隔离在台湾 我们两个见不到 然后那个关系可能就要断了 我就说如果台湾是属于中国的话 我就现在马上可以不见他了 就不至于我们两个分开 我是这样一个意思 但是前面前面通篇都是在说 台湾其实谈不上回归 不回归 就是他跟中国是独立的这种概念 但那个那个观众就把最后一句解释 他说你不是希望统一吗 好可怕 我觉得 我前几天在看那些桌子 我前几天在看那些桌子 我前几天都带着冰箱小时 就是几乎每天都是这一样 我前几天都可以 我前几天都不赢了 我前几天都不想说 我前几天都不想让我在这一样 我前几天都不想让我从那算 那边看起来 JOH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